美國眾議院議長在台灣亦做波洛西 在香港配洛西都是同一個人 原本有一個出訪亞洲的行程 先去日本 後去南韓 但日本的富士新聞 日本的媒體突然爆了消息 他到訪完日本 跟岡田文雄首相見面後 他就取消南韓之行 轉了去台灣 轉去台灣是因為要參加台灣關係法 43周年的相關紀念活動 又怎知道就峰迴路轉 怎樣峰迴路轉呢老總 峰迴路轉因為在美國政壇 有多人染疫 因為他有一個聚會 於是波洛西也確診了 於是暫時擱置了今次的行政 我上星期講過新聞時 本來這個新聞只是日本媒體 富士電視台FNN的報導 為什麼炒得這麼熱呢 因為跟著那段時間 跟著很緊接 就是外交部份人都馬上回應到的問題 因此中國外交部份人回應了 就令到這個新聞馬上升溫了 外交部份人回應了 如果佩洛西有台灣之行 中國一定會作出一個回應 似乎確認了這個消息的可能性 但是聯合部這位作者 張敬是中華戰略學會的研究員 他就提出一個質疑 整篇文章都要質疑 究竟波洛西去台灣 真還是假呢 當然這個傳言是有他的消息來源 他想提出美國官方 從頭到尾沒有證實過 因為波洛西的身份角色是相當重要 他這個亞洲之行也是很重要 所以一定不可能 好像一個我喜歡自己去就去 很強的一個代表美國 一個很官式的身份 所以美國官方從頭到尾沒有證實過 所以仍然是有個消息在這裡 雖然他是眾議院的議長 但是在美國的權力排行 他是繼副總統之後 是第二個有權接管美國權力的人 實在是如果你突然間改變行程 在安全操作上就要做很多功夫 也台灣當局其實 都沒有很明確地說過 他是來還是不來 所以這方面就不可能 好像臨時 我吊吊行程本來去下一站 改在其他地方 這個就不可以這麼草率 第一方面如果根據富士自裁或者是早前所公佈 不過歐西施行就是主要是去東北亞 先去日本 接著很近順道去韓國 因為新總統也都上場了 很合理的 見見這個新總統 這個也是一個禮貌霸房好 結連美韓關係好 但是如果真的好像最初報道那樣 取消韓國行程 而去了台灣 這對韓國來說 這個是相當不禮貌 也是輕不其事 南雲新總統怎麼看來 突然說來了 你真的不給面子 突然說來了 我去旁邊 這方面在外交上來說 也都是 不是很合理的安排 所以張景質疑 究竟應該怎樣 最好講一個明白 因為台北方面也需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應該要 不過他用的字眼我覺得有點問題 他就說兩岸 是不是應該確實透過外交管道去查證這件事 兩岸之間是不存在外交管道 因為用外交已經是錯的 在中國大陸的樂場來說 只能夠各自透過自己的管道去證實 海峽、海基會和海協會 兩個是正式的渠道來的 現在都失去了 當然是從台灣的角度去看 他有一點可能是更加實際的 如果以波勒西這麼高的 還有院長這麼高的地位 去訪問台灣 一定要透過美國在台協會 包括台灣的外交部去協議 這不是很簡單的 是很重視的行政 似乎這方面完全沒有任何的風聲 是不是臨時改行程去呢 他就覺得這個不是很合理的情況 當然在現在的環境下 很多不合理的事情都會出現 由於波勒西的行程暫時凍結了 沒有再說了 會不會在這段過程當中 北京也有很多很多向美國反映這個情況 因此可以令到問題叫停了 因為你曝光了 真的不得而遲 希望中美和台都有個說法 解開佩洛西訪台的謎團 我們稍後看中國國內發生很大件事 大件事源於疫情似乎有死灰復燃的跡象 這次全國各地在多個省市都有疫情的反彈 環境時報應用 放空工作面臨近兩年來最嚴峻的挑戰 這次Omicron或者以前的Delta病毒 比以前Delta病毒難控制十倍 廣東山東河北吉林先後出現了Omicron的傳播 一直在做隔離、管控、封控、篩查措施 大家都知道深圳亦做了全市的篩查 而上海目前仍然在做 而且上海有解放軍 飛抵上海協助進行篩查和封城 誰不知昨天傍晚亦出現了廣州宣佈 不准離開廣州 可想而知 上海、廣州或早前的天津 都是很重要的商業、商貿城市、人口密集 上海、廣州同樣是一事同仁 是需要全面的封控 可想而知這個情況 就真是在中央心中 一定要防範於未然 是絕對不能夠有絲毫的甩漏 但是更加重要的 看這篇社評其實說到 就是重新動態清零的重要性 亦都是反擊所謂與病毒共存 或者這個Omicron大號流感 就要將這些觀念打低為止 就是說全國上下一定要認清楚 是很嚴肅來面對這個疫情 這個環球時報的社評就說 大家不要看病毒株的毒性降低了 他說從國外的數據來看 Omicron流行期間的死亡率 比Delta病毒流行的時候還要高 他說以中國的情況來說 基本國情是60歲以上的人口有2億6千多萬 少年人口是2億5千多萬 兩者加起來是5億 一路一笑的群體決定 是令到中國的國策不能用躺平的心態 所以必須堅持動態清零 主動出擊 從嚴管控 希望不讓這個疫情反彈 當然內地對這方面的言論 都是持得很緊 所以看見上海可能都有一些聲音反彈 但是這些都要壓下去 他特別提出西方要選擇共存 其實他迫不得已 他搞不定 於是就這樣做 他特別提出西方國家 在這方面其實是有一種達爾民主義 太陽流強適者生存 你年老太陽多病的 你確診你救不到你便離開 總要守著經濟 好讓這一代的精壯精英 仍然可以生活 仍然可以做生意 西方是採取這樣的思維 中國不是的 中國我們是非常強調 對生命代價的掌握 仍然堅持習近平所提出的努力 是用最少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 堅持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我想孫春蘭去到上海 是要破除這件事 不過孫春蘭這次去上海 行跡是長了的 第一方面上海疫情 看數字都是相當嚴峻 上海確實有他上海的特色 第一他是一個中國第一的商業城市 所謂上海幫 亦都有他一個很特別的政治能量 所以找到中央大員親自去到上海 一方面就要協助防疫 很大程度也施以更大的政治壓力 上海一定要跟著中央政策走 上海就真是頭痕 我們聽眾都聽過 我們來自上海有兩位聽眾 都講述他們的情況 的確有點狼狽 其中何小姐一度都沒東西吃 靠朋友就接濟他 上海畢竟人口多 儘管內地在小區管理方面 是很獨特的 但突然間你面對這麼龐大的人口 和上海人 對生活要求又會高一些 不是說吃飽蒜 他又有些要求 吃才可以的 但值得關注就是 曾經來香港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 昨天也就著上海情況說 似乎他對上海和對香港的觀察和判斷 好像有點不同 對上海的措詞就嚴厲一些 一定要堅持動態清零 雖然很多是沒有病徵的確診者 但都應該採取隔離的措施 這似乎是一個定了位置 你所有不同的部門環節 專家 幹部 你都要跟隨這個路線 特別落到你 上海來 特別廣州這次都要封城 也都帶給香港 我們是不是需要 將來都要阻止的全民檢測 全民強檢 本來這幾天的氣氛來說 香港是緩和了一些 但是如果根據中央的大政策來講 香港是不是可以 走到香港自己的路 或者仍然需要緊隨呢 那方面 又看看林鄭餘下的幾個任期 她怎樣去面對這個 很艱難的抉擇 會不會是最後的任務呢 就不知道了 大家可能心理上 都有定一些的準備功夫 不然一下殺到你 因為我們看上海 其實深圳也是 和廣州的例子 都幾點時間去宣布 就執行 廣州的那個 之前完全沒有任何的風聲 沒有聲音 沒有的 一說風就風 很厲害 而且還要旁晚公佈 午夜就實行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